现在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我的那个菜园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 one peut o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在这里我种了一个印度叶的 然后因为被这个山珠挖掉了 然后在这里也是变得比较干净 以前前面这里是有很多这个树头跟杂草 现在已经给我弄干净了 然后现在我已经种了这个羊角豆 然后番树叶跟这个帝王苗 接下来这里之前有种这个柱角榴莲 然后也是被山珠挖掉了 你们可以看现在我已经把这边变成新的菜园了 好之前呢那颗香蕉树已经长高了 现在等待它结果 之前在这个Matakujang后面都是长满草的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已经变干净了 还记得这个框吗 这个框现在已经长满了这个四角豆 这个也在之前Facebook里面有分享过它的成果 所谓的要努力付出 就会看到成果 然后先这个菜园也显示比变成比较大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整个菜园围起来 到时希望可以拍摄下来 然后让大家看看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 所以请留意我把这个菜园围起来的这个影片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